台中市一名男子 日前到一家火雞肉店吃饭 才刚拿起筷子 他的双手就停在空中 两眼直视前方 整个人动也不动 老板发现不太对劲 主动上前关心 但是这个男子全身非常的紧绷 看起来就像瞬间石化一般 吓坏现场所有人 所幸警销人员赶到现场 一检测发现他血糖过低 救护人员立刻给予葡萄糖 并且送到医院 男子才恢复清醒 老板召集的请员警到店内查看 因为一名常客 美食当前却不动快 有点怪怪的 这个你还好 你还好 你还好 45岁江西男子两眼直视前方 右手拿着筷子围持在空中 整个人仿佛时间暂停 也听不见旁人的呼喊 一动也不动 店家表示男子点餐时状态就不好 所以又主动倒了一杯水给他 没想到送完餐 就发现男子整个人实话 赶紧向警销人员求救 男子几乎来到重度低血糖情况 索性及时补充葡萄糖 并紧急送医才顺利清醒过来 低血糖发生的原因 有空腹过久 运动过度 或者是使用降血糖的药物 医师提醒 如果突然出现头晕倒汗 全身僵硬甚至昏迷 都有可能是低血糖造成 民众在发生低血糖的状况 一定要赶快补充糖分 以免发生危险 如果因为低血糖昏迷 很可能会诱发心脏病 脑血管栓色 甚至脑部萎缩 造成认知退化等不可逆的伤害 这会多亏店家和警销人员 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成功避免汗事发生 高雄一名女子日前到加油站加油时 在结账出示载具 几天之后发票却迟迟没有进到云端 让她觉得不太对劲 打电话来到加油站询问 才发现原来是员工倒刷她的载具 而且受害的还不只有她一个人 女子已经够不高兴了 没有想到加油站还不断地对她情绪勒索 希望她不要对这名员工提告 那么还说员工已经有去庙里头发誓忏悔了 让女子非常的傻眼 还是到警局以侵占罪备案 明正日前来到这里加油的时候 拿起会员卡要来结账 只有在结账的时候呢 遭到店员倒刷她的发票 加油站员工带着Apple Watch 把别人的载具刷成自己的 日前一名女子到加油站加油 结账时出示载具 隔了好几天发现发票未进云端 打电话问加油站 才知道被员工倒刷的发票欺诈了 载具的条码跟那个会员卡号都是 因为刷载具电子发票不会同时入账 有时间差 多数的人不会去注意 靠着这一点加油站的员工 两个月来倒刷了数十张的发票 女子怒控加油站不停的情绪勒索 希望她不要对该员工提告 还说对方有去庙里发誓 以悔改让她桑当的傻眼 如果说她有真心看我的话 不要去拜任何责民都有用 问题是你违法就违法了 因为她伤害到公司的名誉了 所以也不排除对她就是提告 我觉得像手表数位的东西 我们都不让员工放在岛上了 她违反了我们合约的什么规定 我们一定预约处理到底 律师说这已涉及了诈欺 女子也到了警局已清占备案 二十多岁的员工到刷电子发票 被发现已经离职 现在没了工作还得面临法律制裁 接着我们问题王超群 在高雄的采访不到 近来有诈骗集团 到用星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的照片 密集在脸书上刊登广告 要招揽大众投资买股 连星宇航空自己也证实 即便他们检举过后 诈骗集团很快就会换一个新的账号 继续推出广告 在目前他们已经持续向脸书 还有警政署检举 也要呼吁民众不要受骗 也不要转传诈骗文 机上广播惊喜现声 星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作风一向亲民 拥有一票K董粉丝 但近来却被诈骗集团给盯上 冒用张国伟的名义 密集刊登投资广告 成立群组粉丝团 诱导粉丝加入 这个月的情况非常频繁 已经二三十个 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被诈骗的情况 摊开脸书广告资料库搜寻张国伟 就有超过两百笔的资料 仔细一看都是以第一人称发文 甚至还po出访谈影片 吸引民众投资买股 而幸宇航空早在四月中旬 就曾经在脸书粉专 澄清都是诈骗手法 只是这排山倒海的广告 实在检举不完 也让公司不堪其扰 总公司这边也反映过了 他们有联络脸书联络菩萨 当有建立一个新的这样子的一些账号 或者说这些账号想要做一些广告推播的时候 如果说先推到说一步或出发部 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检查的机制 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防御的方法 毕竟脸书审查机制没办法区分是不是本人 只能靠公权力杜绝类似事件 而幸宇航空也发出声明 强调董事长并没有名为张国伟的个人脸书粉专 更没有宣传投资行为 已经持续向脸书紧正署检举 呼吁民众切勿受骗 转传诈骗文 而专家也提醒 粉丝数相对少 又会邀请民众加入群组的粉专 有高几率是诈骗 紧决心可不能少 这里是黄明镇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